你們的手臂好像這兩天都會有一點狀況 是啊 就是在家裡 因為看起來是有壓力嘛 所以會有一些不穩 那可能就是要再多練習 就這樣 到後面真的是狀況越來越好 那接下來的比賽應該還會有機會 就希望他繼續可以保持下去 因為這兩天都是四萬人的場面 你們跟中興這樣子的比賽 自己感覺整個氣氛怎麼樣 我上次很好啊 可能是因為這樣子球員會有一些亢奮 亢奮的情況之下可能狀況就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希望台灣職棒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相信他們在這一方面會越來越好 就是抗壓性這一方面 周志祺今天是最後一場嗎 這兩場跟他比完賽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他講的 就是辛苦了啦 然後 對職棒其實付出蠻多的嘛 接下來就是祝他離開球員的身分之後 然後可以再預完同聖戰 看他比賽是什麼感覺 這兩場這樣看起來 這兩場喔 就蠻感動的吧 算是受到蠻大的尊敬 不管是同儕啊 或者是球迷啊 教練啊 各方面啊 這也表示說他在這二十年的努力啊 耕耘啊 是做得非常強功這樣子 請客